印度撤僑包機日前抵達台灣 再回了超過129名的台灣人 其中包括長期駐印度的記者尤小姐 就在這次的撤僑過程當中 透過鏡頭全程記錄 感謝防疫員員的用心 就在今天520尤小姐 與其他同班機的乘客 結束了14天的集中檢疫 健康回家 檢疫所外 一人一只行李箱準備返家 他們是月初搭乘印度撤僑 班機返台的台灣人 共有一百多人 在520這一天 結束14天的集中檢疫 仔細訴說著台灣防疫上的貼心之處 尤小姐長期駐印度擔任記者 這次印度撤僑解封 她也特地用鏡頭 記錄下這難得的返台之旅 今天是印度封城3點0的第一天 也是他們開始慢慢展開活動的這一天 我們要回台灣了 背著厚重背包 拖著行李箱 登機前再穿上重重裝備 口罩 防護衣 護目鏡 一樣都不能少 尤小姐和同機的129名乘客一樣 等回家這天 等了好久 從印度新德里搭機返台 尤小姐與同機乘客都大大感受到台灣防疫的用心 透過鏡頭記錄撤僑全紀錄 也對台灣防疫第一線人員智商最高敬意 記者林一峰 張一智 姚祖廷採訪報導 望著你 望著你